iPad越來越像電腦 是真的嗎 大家好 我是南區講師智濃 iPad其實不只是拿來追劇 或者是使用Apple Pencil來做筆記 如果你搭配鍵盤跟滑鼠 它可以變成是更像一台電腦喔 我們來看一下外接鍵盤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iPad可以外接鍵盤來打字 而這樣的好處就是 這樣我們在使用iPad的時候 不會被虛擬的鍵盤擋住一大半 在iPadOS 13.4之前 像我們在用鍵盤打注音的時候 比方我要打嗨這個字 我要打喝嗨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打太快的時候 會變成是嗨跟喝 然後順序顯示就變成是愛好了 不過這一點在iPadOS 13.4之後 就算你的注音順序錯誤了 系統也會自動幫你做修正 而現在的iPadOS 除了讓外接鍵盤 在輸入注音時更好用之外 蘋果也重新設計 原本屬於輔助使用的滑鼠 讓它更加方便 當滑鼠移動到App圖示之後 你會發現圖示會稍微浮起來 這樣我們就知道滑鼠移動到哪個位置去了 滑鼠移動到選項的時候 會呈現一個灰色的框框 這樣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可以按下的功能 游標碰到文字時也會馬上變形 那你可以馬上輸入文字 滑鼠想要改變圖示的大小的時候 它也可以變成是箭頭的樣子 如果你的滑鼠是屬於這種 有很多按鍵的滑鼠 你就可以在平板裡面的輔助使用觸控 然後找到觸控輔助裡面去選擇你的這顆滑鼠 那裡面就可以把這些按鈕去設定你想要的功能 除了可以外接鍵盤和滑鼠之外 也可以透過藍牙的方式連接Apple的巧控板 來達到手勢操作的功能 Apple也為了這張更新推出了保護蓋、鍵盤 以及觸控板的巧控鍵盤來給iPad Pro使用 這個巧控鍵盤是透過衝影接點來跟iPad Pro做連接 所以也不需要透過藍牙來做配對 那它的鍵盤的電量是透過iPad Pro而來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忘了充電 那iPad Pro是用強力磁鐵吸附在這個鍵盤上面 所以你在多個角度方面也不用擔心它會滑落 在巧控鍵盤的下方的USB-C是可以用來做充電的 那我們可以讓iPad本身的USB-C來連接外接式硬碟 或者是其他的用途 鍵盤最重要的就是打字手感 巧控鍵盤採用的是全尺寸及被光按鍵設計 也是採用最新一代的剪刀式結構 不管在任何環境都能夠享有最好的打字體驗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新的iPadOS觸控手勢 如果你正在使用其他APP想要一次回到主畫面 可以三指向上滑動 那第二個方式是快速向下滑動 讓大可塑仙之後再向下滑一次也可以 在主畫面兩指向下可以叫出搜尋 那三指向上滑動稍微暫停可以叫出APP切換器 在APP與APP之間只要三指左右滑移 也可以在APP之間做切換 還可以單指移動到螢幕右側 叫出滑動之前的APP們 三指左右切換一樣可以切換這些APP 如果你想要改變觸控板的操作方式 可以從設定一般觸控式軌跡板裡面去做設定 把原本的按壓式改成點按式 這些功能不是iPad Pro獨有 如果你有升級到iPadOS 13.4的iPad搭配巧控板 務必試試看喔 神來點評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拍攝 你的薪 entertain Spieler